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10月首条夜跑廊道将在渔航唐河片区试点 也就是在承西银泰城周边 将渔航唐河 庆龙河等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环形跑道 打卡距离为5公里 目前正在制定设计方案 看了以后在家门口就可以夜跑了 是啊 随着大家工作越来越繁忙 节奏越来越快 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夜跑了 一来是可以锻炼身体 二来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眠 但是夜跑有很多安全事项是需要注意的 你知道吗 是的 之前人民网就给广大的夜跑族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 夜跑格外要留神 安全意识一定要强 第二 出门前一定要规划好你的夜跑路线 要选择明亮而熟悉的路线 第三 逆着车流去跑步是最安全的选择 第四 衣着要鲜艳 最好有荧光材质 让自己变得醒目起来 第五 手机正见要随身携带 第六 跑步时别戴耳机 第七 最好结伴跑步提高安全系数 第八 享受跑步墨攀比 避免对健康造成损害 总之呢 夜跑锻炼还是得安全至上 健康第一 是啊 其实健身呢 不一定要去健身房 户外锻炼真的是个好选择 甚至啊 在家里头也可以完成 真的可以吗 杭州城郊的瓜历镇上 有一家很普通的杂货店 只有仔细看才会发现 店门口安装着两个吊环 柜台后面的小角落里 放满了各种自制的健身器 杂货店的老板徐文斌 就是这些器材的主人 59岁的他保持着像李小龙一样的倒三角体型 店里空闲的时候 轻松就能来个 10个负重50公斤的引体向上啊 年纪轻的时候啊 他都是那个 到健身房里啊 去修炼的啊 我是野生的 我都是在自己家里里 器械我也是自己做的 有好多器械啊 我比方说拿个具重的 那个石块啊 我都是到外地去拿那个磁来的 我小时候啊 身体不这么好啊 后来没经过多年以后啊 就身体越来越来越来好了啊 90年的时候我就穿上比赛 过了比赛的 第一次 我跟着很高兴的 我老婆跟我一样 年纪三四年啊 从野生的兄弟放回了 就他特别也活不讲过了第一名啊 所以我有个小想啊 如果没有时间到那个健身房里去奔卡的那个 师傅啊 那个兄弟啊 希望他能我免贴教 给他野生的兄弟放 我能保证他训练中我一样 生的野生的抱 乖豆 瞧点秒 人家这土发健身啊 身材保持的辣嘛好 有空你也去取取经啊 你确实得向人家学习学习 对 所以呢 我就决定啊 在咱们演播间里 对 安装两个吊环 再摆上各种哑铃 我就可以一边录节目一边锻炼身体了 你拉倒吧 咱们这灯都老贵了啊 其实锻炼身体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坚持 当然掌握正确的健身技巧 避免健身过度疲劳受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还是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 享受美好的生活吧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再次感谢智商银行杭州分行 对Hello Rider板块的冠名支持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感知到了生活当中 有意义且有意思的体验 或者是想要我们带你去发现区位 探索未知 都可以通过李伟脱口秀的栏目微信 或者是李伟Lisa的新浪官方微博 跟我们精彩交流互动 精彩综艺热播大剧 就上中国蓝TV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李伟脱口秀带你看世界 明天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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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